亲爱的 有时候觉得好累 也会在孤单中 流下眼泪 用力地长大 就算彷徨也在继续闯 勇敢这所谓天黑 不过是以为 生命有一种迂回 让我们学会 去飞 我听说越是在某些领域 比较优秀的人 越是容易得意欲生涯 越是容易得意欲生涯 林霄得焦虑症 太正常了 他这么聪明 不得才怪呢 别瞎说 这跟聪明聪明 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被他妈妈折磨的 我以后要参加 这么一个婆婆 我日子怎么过呀 我觉得我们应该挑一本 一看就想让人睡觉的书 比如说 百年孤独这种名著 我看两页就想睡觉 行了 就这边吧 我困不死他 走吧 我们赶紧还要去调壁纸呢 走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没事 不客气 谢谢师傅 辛苦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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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师傅了 慢走啊 慢走啊 开工 开工 闭柿 去吧 尝尤 走吧 你确定这样有用吗 当然 这人放松了心情就舒畅 就容易睡着觉了 慢点 慢点 好好好 来 换个鞋 换个鞋 不行了 不行了 我得洗澡了 不行 你这伤口要沾水了 怎么办呀 要不你再忍忍 我忍不了 我现在浑身痒了 李欣姐 不不 林向 你帮我洗澡 你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的呀 我身上痒都不行了 走走走 那别碰伤口啊 好好好 真好 我也想有哥哥 有哥哥给你洗澡啊 洗完澡赶紧带他们过来 吃火锅 我小哥这个样子 你让他吃火锅 鸳鸯 可以可以可以 不吃饭了 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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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好的那个 张伟学长 这是齐明月 我记得 学长好 弄着干什么呀 都是老同学随便坐 对对对 都是老同学 咱一会加个微信啊 一会儿把我手机充电呢 好嘞 我先走了 唐蔡你没回来啊 这一桌菜都太准备了 他怂我不敢接你了 你怎么站门口啊 你怎么不敲门啊 我之前也没敲门啊 我看看我看看 是 疼不疼啊 还好还好 真的真的 你这也算是打过我了吧 什么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那你故意打我两下 我这可是天生的美貌 你有病啊 哪有你这么道歉的 你别生我气了 那种事情哪能随便开玩笑 对不起嘛 我真的以为 你知道他没什么事呢 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了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你再打我两下 你打我两下 打我两下 打我两下 不打你 亲你 我的小天天 你这是我的小天使 对不起 恭喜两位女嘉宾牵手成功 来 一起 你男神来了 装 我去换装 那家吃火锅 你换什么装啊 多奇怪啊 天生美貌啊 我跟你们这些 我真的简直没有办法沟通 来 吃饭了 来 晚上呢 她在卸妆 我们先吃 先吃 先吃 来 先吃 先吃 要睡吗 说完了 来 谢谢学长 来 咱们整一个吧 慶祝紫秋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好 来 谢谢 谢谢 来 干杯 大难不死 大难不死 走 丸子 我有丸子 别着急 我给你蘸个料 来 来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这个蘸了蒜 蒜会不会刺激伤口 蒜可以少吃点 酸杀菌的 好不容易吃肉 不用喝粥了 帮我下烧肚吧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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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烫 好 你怎么来了 子修说吃火锅我就要 你别客气了 多吃点 毕竟你是我客户嘛 他是你客户 好 给我拿冰箱 喝一个吧 我们合作一块 喝一杯 今天开心啊 大家多吃点都算我的 来 喝一个 喝一个 干杯 算一个 算一个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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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藏不住心疼 寂寞并吞 下手毫无分寸 好最真棒 老人 这声子就下心跳手 他寂寞的温存 就别帮忙了 老人想要 有道爱是我们真的想到 崔明燕 崔明燕 你有男朋友吗 我 没有啊 那你觉得 明霄跟紫秋怎么样 他们俩 还好吧 看习惯了 你看他们仨 我从小就跟脸体硬似的 长大了还特别 所以说呀 这魅控的男人可不能要 在他的世界里边 那位永远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呀 你看对妹妹多好呀 对女朋友一定很好 这灵霄和紫秋 他们又不是亲手的 我觉得啊 他们仨 肯定得那部消化得了 以前间跟紫秋 没有可能是 没有可能是 灵霄和建建 那不可能 不想你 灵霄有喜欢的人 灵霄 灵霄 灵霄有喜欢的人吗 灵霄有喜欢的人吗 谁啊 不太清楚 少喝点的身体不好 开心 姐姐 这部堂餐就是你喝酒的 我没有事 错 你们都以为堂餐是一个 精通吃喝玩乐的 其实 爱喝酒爱唱歌的人 是月亮 你看你看 你看 我 我 你看 原来 让你真的需要 天分 看左眼 我看 我想喝酒 哥哥 哥 不行 你受伤喝什么酒 快去瞎瞎瞎 真是 你 你瞎瞎瞎 我其实 昨天我就开始想了 如果我小哥真的 被撞死了 我得多后悔啊 哥 小哥 真心的 欢迎你们回来 叫叫叫叫 快快快去去去 那以后咱们三个 还跟以前一样 一样一样一样 来 干杯 真好 我想上座错了 在这个氛围之下 你就不能憋会儿啊 生理需求会有什么办法啊 走 走 走 喂 喂 你是谁 为什么拿我哥的手机 我 我我是 李健健吗 你是小橙子啊 哥他 你哥他去洗手间了 我哥什么时候回来 他一会儿就回来 回来我让他给你回过来吧 我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新加坡 他不是说过去晚一个月就回来吗 算了 算了 你让他回电话给我 挂了 李健健 李健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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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你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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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走 你走 你走 别在这儿睡呀 你起来了 天洁 睡了 天洁 我帮你 天洁 会重新睡了 拖鞋 你唱了 天洁 变迁 草草 独一无二 都翻 却 遇见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杀样 没长进 可不能这么说 她现在都是大姑娘呀 都谈得爱了 之前觉得那个郑书然怪怪的 现在觉得还行 也不是什么坏人 她毕竟是大姑娘了 都拴不住她了 你就让她折腾美 其他可以折腾 这个不行 终于庆幸自己没有哥哥了 大概 她也很讨厌我吧 我可没说讨厌你啊 我也想要有个人 这么管着我 不管着我 真的 真的呀 你自信点好不好 有谁会讨厌你啊 别动 好了 李健健 把脸擦了再睡 怎么了 哪儿难受啊 我给吐孩子 你也要带着 行了 甭送了 你回去吧 那我后天直接去你家 对 陪我妈吃个饭什么 我妈也进你家了吧 家上 家上 好 行 那我先走了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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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 这是你的手机吗 我忘了 谢谢啊 不客气 那 我先走了 慢走 她为什么拍我们 那小妈 某个美女留在手机里 酸臭 你懂的吗 我帮我 你能帮你 你帮我 我的手机 好啊 来了 我觉得很久 我帮你 你帮我 我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欢迎回家睡个好觉 李洁洁 你还在干什么呀 好了好了 草莓椒 草莓椒 凌倩 昨天我看到小程了 打来电话了 你记得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是我的手机 我忘了告诉你了 他让你给她回个电话 那他说什么了吗 他就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来 你今天还去店里啊 你这手还能做事吗 必须得去啊 我这几天都不知道 店里发生什么 不错呀 有点老板的样子了 那是 以后我可是要照顾你 那是你爸了 昨天拿错电话了 我接到了 哥新加坡妹妹的电话 说什么了 哥跟他们说 就回家来玩一个月就会去的 别听了 瞎说 他说就回来玩一个月 干嘛找工作啊 我知道啊 所以说哥是骗他们的 不然我估计人都回不来 也是啊 我就说他那个弄不难缠的 他怎么就突然统一了 所以说哥是骗他们的 他怎么办 能怎么办呀 他都没办法 你不过也是骗赵花光回来的吧 怎么可能 赵花光早就不管我了 也是 他也管不住你 聊什么呢 聊他爸呢 赵花光不是我爸 生物学生的父亲 好吧 烦不烦 四宝 你看看 吃领导的饭砸领导的锅 没事 没事 我吃饭吧 这本来都跟人家约好了 你说这海潮临时打得退堂苦 真是是 对啊 哎 何平啊 要不你去相亲呗 哎 对了 这警察跟老师也很配的 求您了 秦阿姨 我这好不容易挑两天休 您就别跟我安排工作了 好 哎呀 这怎么是工作呢 哎 要不 你去看见海潮 你倆最流的来了 这事呢 我怎么劝呢 劝他忘掉贺美啊 贺美 你 佳爷 朝连马月的事了 还贺梅呢 你不知道啊 当年相亲 海潮相了好几个 他最满意贺梅了 如果他们俩继续下去啊 那肯定就领证了 结果呢 贺梅反悔了 你说他心里能没有阴影吗 还有这么回事啊 那是 小朱 你李叔买菜怎么还没回来啊 李叔他没去买菜啊 他去看紫秋了 我来咖啡 谢谢 喝饼 谢谢 欢迎光给你一杯点单 爸 你来了 你瞧你伤个样啊 你有歇两天 没事 你看这都结架了好着呢 你瞧你 赫叔叔好 叫错了 我爸姓李 我没跟我爸姓 李叔叔好 你忙你的嘛 好 对了 给我爸沏杯茶 好嘞 爸 那咱们上楼坐 来 这带什么呀 给你的尖角啊 尖角啊 李好嘞 没凉吧 没凉 够着呢 还行 还行 凉这种馅你都尝尝 好 爸 我这咖啡店还不错啊 挺好 生意怎么样啊 现在市云业做活动 每天人还挺多呢 那就好 我跟你说这开店 揪死一生 特别不容易 我就怕你们年轻人 那脑子一热 开个店就没个长期规划 放心吧 爸 我之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 从后组到服务员 每个供着做了个变 绝对不是头脑发生 不是 你毕业不是到 酒店餐厅实习吗 怎么又跑咖啡店打工了 我这不是想着要回来 开咖啡店吗 所以 去打工就是为了学习 和了解咖啡店的经营 你们这帮孩子呀 每次通电话 可是报喜不报忧 林潇也是 一打电话 好着呢 好着呢 没问题 放心吧 那就睡眠不太好 我知道 那叫焦虑症 心病 你可别有什么事不跟爸说 知道了 爸 我这不是不跟你说 我这就是觉得距离太远 怕你瞎操歇 而且我跟林潇不一样 他妈跟他妹妹 跟个吸血鬼一样缠着呢 这事搁谁身上 谁睡得着觉啊 人家有人家的难处 咱们不了解就别瞎说 这谁都不容易 不说就不说呗 爸知道你的心里有怨气 那你跟我说 这么多年了 你 你 你就没想着 找找你妈 我找他干吗呀 他都不要我 你妈不是坏人 我 人情不容易 后面不是坏人 爸呀 在你眼里就没有坏人 他就是吃准了你老好人一个 小猫捡回去 小狗也会捡回去 你这你就说哪儿去了 怎么就猫啊 狗了的 那那你跟林潇呢 谁是猫谁是狗 那你有带联系方式吗 那你要真找呢 我就给你打听去 爸 算了吧 爸 这么多年了 他应该也不记得我们 你就别操心了 而且我现在 没有什么话跟他说的 你们才是我的家人 其他人 都是外人 这人跟人之间的 哪儿分那么清楚 也对 我是没资格说这个 不 爸不是那意思啊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 不就是说什么事 我爸是想说呀 凡事无决的 爸这读书少 这种人生的大道理 这说不出来什么 他活了那么多年 也活出点经验来 是吧 就是一句话 这人活着别太较劲 人分来了 人分走了 那都有他自己的时间 那都有他自己的时间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 不就是说什么事 对吧 都得顺其自然 对 你看既然是顺其自然的话 那你去问 这不就是刻意强求了吗 也对啊 这以前都是怕劝你想开点 你去 现在轮到你劝爸想开点了 爸 我可不是在劝你的 我以后还得管着你 好呀 那以后爸就当个闲人 都靠你了 没问题 吃个吃 那那那是别的馅儿 对对对对 你尝尝这个 嗯 我把你的情况 也跟司机师傅说了 司机也查了行程单 说是在华兴路那儿接的 到郭茂兰海下了车 好 我不能分泌多巴胺 多巴胺能让人心情变好 好的累了 回去洗个热水澡 正好舒舒服服睡个觉 我是医生 不用你给我科普 你是个牙医 你生病了还得别人治呢 那你做我的医生 医生我不行 不过你嘛 我还是了解的 这是心病 别想得开 心病 心药医 你就是我的心药 你肉麻死了 才心药 真的 我觉得你布置的房间 真的特别舒服 那不是我一个人弄的 好多都是月亮的箱子 那书是谁买的 我 我觉得那本书挺好的 里边有好多话 都写得非常好 比如有一句啊 终于明白 一个人是无法抵挡 所有的事情的 嗯 一朵白云的阴影 也能令人窒息 笑什么 果然从小到大 你才是我的心啊 你够了够了够了 酸死了 跟你说个正经的 下周六 好 我妈祭日 二十一周年 我知道 离爸和我说了 都二十一年了 我爸三偶二十一年 全守着孩子过了 我倒是挺开心的 他也太苦了 我真后悔我小时候 怎么老嘲笑着 不要后妈呢 你记不记得小哥他妈 记得 虽然总共没见过几次 每次都是他接子秋的时候 人长得漂亮 冷冷淡淡的 话很少 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 反悔跟我有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要是去相亲 我对象有个 这么难搞的女儿 我也跑呀 而且那个时候 小哥已经很热情地 叫老李爸爸了 他都没有反对 我当时担心 他跟老李结婚以后 会不会虐待我 我还自己一个人 躲在被窝里 偷偷哭过呢 你是躲在被窝里 偷偷吃糖吧 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 这是侧人 行 小时候根本不懂人 为什么要结婚 所以才会那么不懂事 现在好了 你们回来了 以后我们三个 好好陪着爸爸们 跑步 分泌多巴胺 哥 快点快点 分泌多巴胺 快跑快跑 喂 阿姨 我要跟忙碌这段 徐先生来看你呢 行 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来家里吃个饭吧 来家里吃个饭吧 不麻烦 不麻烦 行嘞 那后天见 来 再见 您二姨来看你呢 他说他家里的鸭子 得了软脚病 来城里买药 顺便来看看我 回去洗澡 行 凌 nose 鈴习 你电话 你妈的 电话 他怎么进呢 eda 要回新加坡了 有预约 请你喝咖啡 谢谢 破坏了 先放点饼吧 你别这么客气 大家都是同事嘛 明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 那个话剧暗恋桃花源来巡演 不好意思 明天我要去新加坡 才来一个月就回去 放心不下 你喜欢的女生 不是我咒你啊 分隔两地的话根本没戏 我也觉得分隔两地没什么戏 不过幸好我喜欢男人就在本地 在本地 你不是高中毕业就已经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 高中同学 算是吧 同班 给我小两季 哥 谢谢姐 月亮来了 我来洗牙 你约了哪位 冯希希医生 是我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男朋友那么凶啊 我一个个搞创作的 你还想让我找个什么样的 我又没提她 聊聊嘛 她呀虽然天天看女孩 其实她一边都不好色 怎么说呢 就像我小时候 不是总爱抱着一个糖罐子吗 女孩的腰对于她来讲 就是这个糖罐子 明白吧 你交男朋友 没有必要一定让我认同吧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我也不想你们误会她呀 不是误会 这是纯粹不喜欢她 为什么 算了 张嘴 等回来以后告诉我 忙会儿 新加坡 你要回新加坡 不是回是去 去处理点事情 大概你妈几日前就回来了 躺好别乱动 适量呢 张嘴 张嘴 你和林乔的妹妹 是高中同学吗 对 同班的 那个时候 林乔肯定很受欢迎吧 还行吧 她不怎么爱说话 也没人敢跟她说话 她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 比她小两届的女生 没来往的吗 林乔跟你说了什么吗 我们聊天的时候偶然聊起的 她好像喜欢一个 比她小两届的学妹 学妹 对 你真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 也是 暗恋吗 她怎么连暗恋的事都跟你说呀 因为我们同事关系好吗 互相请吃饭 喝咖啡 一起看个话剧什么的 躺下吧 好 李琴琴 你觉得 你哥的初恋会是谁呀 比她小两届 她认识的学妹 除了你还有谁 你哥喜欢我你不会不开心吧 我哥要回新加坡了 你知道吗 她怎么又回新加坡 不是刚回来吗 她骗她妈说来玩一个月 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她说周五会 那就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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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喊那就喊那就喊 你之前不是喜欢我小哥的吗 你能不要提我的黑医生啊 你脑袖成怒啊 你以为想当我大嫂 我就不敢怀手去明月 谁喜欢你哥了 好好好 我说了我说了 中午吃什么 中午王太后召见 你回工作室 中午王太后怎么又召见 她跟她闺蜜约饭 阿姨说很久没见我了 想见见她 好的 明白了大嫂 你还说是不是 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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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陈阿姨 小月亮来了 来 坐坐坐 我不是跟你说了 出门的时候 好好打扮一下吗 陈阿姨看着我长大的 见陈阿姨跟见自己妈妈一样 我打了干吗呀 怎么想着吃西餐啊 你们不是爱吃什么炒烧火锅吗 你们年轻人不是都是喜欢 选择这种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吗 还有人啊 叔叔也来了 对 他上卫生间去了 不过不是叔叔 这事你妈没跟你说清楚 其实 我来说吧 是这样 我上次去你陈阿姨的单位 看到他们科室 新来了个小伙子不错 我去打听了一下 二一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他父母全在机关单位工作 也没有女朋友呢 你在你们那个单位 很少有机会 能够接触到男孩子 所以我就让你陈阿姨 安排了这个饭局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妈 你让我相亲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不是相亲 就是认识一下交的朋友嘛 你们大学的时候不是还有联谕会吗 小璐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金阿姨的女儿齐明月 月亮啊 这就是小璐 璐建阳 你好 你好 来来来 坐坐 小璐 你看看菜单爱吃什么 就点点啊 点点菜吃 好 去洗手间啊 那去吧 妈 我一会儿有采访我先走了 你陈阿姨给你介绍朋友 饭吃的一半你就要走 你这样让你陈阿姨多尴尬呀 妈 你以后别这样了 我才二十五岁 有必要相亲吗 我二十五的时候你都会叫妈了 我要是不跟你争了 那条件好的男孩子 能从天上掉下来啊 那你都不问问我 有没有喜欢的人吗 好啊 那我现在问问 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有了 谁啊 我认识吗 好了好了 别闹脾气了 妈妈觉得这个男孩子 还是不错的 挺老实的 你先留个微信聊一聊 反正我让我朋友都留意着呢 这个不行咱就换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行 你带回家来我看看 行 我过两天就带回家 你别瞧不起人 好啊 我等着看 反正去北京工作这个事 你趁早给我死了心不用想了 好好地准备公务员考试 妈 这事就这么决定了 听话 赶紧去洗手间 回来好好把这顿饭吃完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你紧握像我是你所有 一个千千变大了 另一个变小了 岁月让我们在 中间相逢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慢慢的走 不用回望 我会守在这里 陪着你的背影 去遥望 我想你住关的旧房子 有一天你寻找新的日子 就像是一片叶子 飞翔更远的树枝 那些岁月就像 只是昨日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慢慢的走 不用悲伤 我会守在这里 陪送你飞向远方 来吧 快乐 ninth 让自己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